串列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想象成 有点像是一篮的感觉 一整篮 然后你分别放一个一个的东西 那所以呢我们上礼拜讲过 你可以建一个空的串列 有没有就类似像一个空的篮 那以share里面是本来就有 但是在那个python里面 你要建一个空的 就是一个什么 那个中瓜糊 然后如果你要新增一个东西 到这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用一个append 有没有 那一个串列的变数 把那个资料再放进去 那他就会自动放一个 放两个 放三个 一直往下放就对了 OK append是这样 他可以一直往下放 那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说我们今天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重点再回顾一下 基本上就是输入成绩 那这个输入成绩的话 我们第一个先建一个空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 如果他不是负一的话 如果是负一就break掉了 所以我们后来加了这两行 那再来的话就append 把这个东西 他输入成绩加到里面去 然后因为是一个无穷回圈 直到他输入负一的时候 才break掉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他负一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跳离了 跳离的话 就算他里面有几个学生 然后加总多少 然后平均多少 最高最低分也可以算出来 所以上个礼拜最后 是讲到这里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输入成绩 上个礼拜最后的部分 最后-1 我输入三个好了 enter 那这个时候的话 会有三个学生 OK 我们用主要是用LEN 算出这个有没有 这个串列 这个串列里面 透过什么一个空的字串 append了进来 然后再来用LEN去算他 这个串列里面有几个 把它串在哪里 串在stream里面 这样就三个 在这边接下来的话可以用平均 平均的话你可以用sum 跟你讲是加总 可以把那个 就是串列外面包一个那个sum函数 然后他就会把这个加总的总分 帮你把它算完之后 return到那个total 然后把结果算出来 另外的话就算平均 最后最高分的话 最高最低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max跟一个mini 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串列最高 跟最低分把它取出来 那今天的话我想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上个礼拜主要 我们大概就做了几个游戏 像那个mance CAI 应该有印象 跟mance CAI里面的话 最重要就是学会 至少你要学会如何取得一个乱数 这个乱数的话是1到12 OK 记得吧 配合random range 第二个的话就是 让使用者输入 一个什么乱数产生的 1到12月份的英文字 那英文字我们产生的方法是直接 在那个exail里面帮我们产生 再贴到那个我们的 就是python里面 把它做成一个串列 然后呢再随期去抓一个 去考那个就是测验 到底这个英文单字是几月份 那其他的话还有像那个 拆数字游戏 拆1到20之间 取一个数字出来 也是一样 没有random random range里面 就1到0.21之间的话呢 帮我取一个数字出来 然后呢让使用者去猜 到底那个乱数是哪一个数字 不过如果有数 我们后面有改一个 就是如果限制他只能拆三次的话 那要怎么做 所以第一个 慢时期待 所以回去建议 各位还是一定要自己动手做 最好的话 我云端上面有做好的那个参考答案 但是我是建议啊 如果你跑完之后 确定OK了 剩下来就是把它删掉 了解逻辑之后 从头再写过 如果你可以写得出来 那表示你真的会了 OK 真的不能拖揽 像这种东西 你不能好像会了 程式的东西 会就是会 不会就不会 因为不会你最后还是写不出来 所以尽量能够 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像证照考试就是这样 叫你没有任何参考 直接叫你坐在那里给你题目 叫你在一定的时间里面 把那些题目做完 可能有9题 9题要100分钟里面 类似像这种题目 我比如说学期出一个慢CI 然后题目给你 然后叫你在100分钟 有9题 所以一题大概只能做10分 10分钟而已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很快做出来的话 那可能就没办法拿到那个证照 类似啦 如果我是建议 如果说你想要把这个技能学好的话 还是要多多去串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猜拳游戏 其他的话 我们还有说就是 说把那个 就是前面几个游戏 改成VBA的版本 那我有比较一下 其实Python跟VBA 基本上大部分的功能都一样 就是Python里面有的东西 VBA里面也有 那只是稍微叙述不太一样 那你要记得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一样的地方 你就照着这样的方式 逻辑我想大部分都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Python做得出来 那有的时候贴到VBA 修改一下 只要知道差一点在哪里 也一样可以把结果给弄出来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呢 我们在那个刚刚的这个范例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那个上个礼拜 上次上课的那个范例 把它改成就是档案读取 所以今天的话呢 又会增加一个串列 然后延伸到档案读取 那所谓的档案读取就是说 之前的那个范例呢 我们是直接慢慢逐一输入一个成绩 一个成绩的输入 那最后是负一跳鱼 可是如果今天呢 我们本来就有那些成绩 而且那些成绩是存在某一个档案里面 比如说一个TST的纯文字档里面的话 或者是CSV 诸如此类类像这种文字档案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样干脆不用输入 直接把它读进来就好 像这些成绩有没有 我就可以直接读进来之后 那最后告诉我那个成绩里面有几个学生 然后总分多少平均最高最低 类似像这样 所以输入部分的话就不用重新输入 你就直接读取 首先的话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 其实就把上次上的这个范例 把它改成档案读取 那所谓的档案读取 第一个你可能要先准备 在我们的就是Source的这个目录底下 我建了一个文字档 这个文字档里面 已经预先输入了一些成绩 那这个成绩的话 大概输入就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成绩95豆点 97豆点 然后一直往下 大概就是这几个成绩 那这个中间的话呢 我是用豆号分割就得了 ok 所以这个有点像 比如说你可能从ERP 资料库 网路等等的 假设是他汇出给你的档案是TST 那你今天的那个档案呢 他已经汇出来了 可是你要把你要做的结果 报表给显示出来 就是运算的结果显示 那怎么样读到Python里面做后续的动作 那接下来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已经有这个档 假设那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怎么把它读取 我先Demo给各位看 然后把上个礼拜的那个程式呢 稍微做个修改 其实主要是改这里 就本来是一个一个的输入 那现在不用直接读进来 就把它直接怎么样 读进来的东西 直接就塞到这个Skull里面 直接放进来 他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先把那个做完了结果Demo 就是不用输入了 所以直接读取 那我们就直接直接把它执行 那我就把那个 这个ENG里面的所有的乘七 就把它就是读到那个我们的程式里面 总共有七个学生 总分多少他也帮我加起来 平均多少 最高最低 看一下应该没错 最高是97 没错 最低是52 没错 然后总分平均 那可是呢 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把那个外部的档案 读进来 OK 然后把上一次的那个范例 稍微做个修改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请各位 现在这个 我先把这个删掉一下 请各位在那个Src上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file 就是新增一个档案 或者未来你也可以直接从外部 拖拉到程式里面也可以 或者汇入到里面也可以 OK 那我们就是输入一个什么 比如说ENG好了 你就输入eng.tst 就是按右键 OK 直接就输入这个名称 画面先切一下 你们不要轻烂 借我一下 这个地方按右键 src上面按右键 new一个file 然后把这个file name 把它输入这个名称好了 比如英文成绩是多少 按一个finish 这个时候的话请各位就是 它会自动帮你把它建立之后 并且把它开起来 那我们就在里面随意的输入几个成绩 反正你看几个 你就是输入成绩的方式的话 就是直接输入完之后的话按一个 倒点 反正就用倒点分割 OK 就大概这几个 输入完之后的话你把它储存 那我们就有一个 这个eng.tsd的成绩挡在这里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读到python里面 ok 那python里面要读挡的话 接下来我就直接把上市的这个 上市的这个范例干脆我就 从这个好了按右键把它copy一下 拿这个来改好了 把它贴上好了 那贴上部分的话呢 也许这边就是加个底线 加个file 就是名称不要一样 就是这个是用档案读取的方式 那接下来的话我就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接下来 特别注意要修改的部分 底下这些我看干脆先把它注解掉 我们待会再来用 我们就留一个这些都不要 先把它注解 待会再用 首先的话呢 因为我们要新增一个 就是那个读取档案的方式 那在那个python里面 我们要怎么样做那个档案读取的动作 那其实非常简单 在那个python里面 你要读档的话 第一个你就输入f f是一个那个档案变数 不过不一定叫f 习惯是用f 后面的话呢 你就用open open 刮无之后的话呢 你就给它三个参数 不过这个地方其实目前只需要两个 第一个的话呢 跟他讲说你的档名叫什么 第一个open open 我要开启那个档案 档名的话就是eng.ts 所以你特别注意要 你就把那个档案的全名 特别注意要 它的档名跟副档名都要 就是eng.ts 逗点 第二个的话呢 你跟他讲说那我要读取档案 如果你要读取档案你就输入r就可以 cheat是一个字串 如果你要写档的话就w 另外如果说你要写档并且附加在后面 有点像append 有没有一直增加的话那就a 所以目前你大概需要最迫切需要知道的就是 那个档案的存取至少会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r模就读取w就写a的话就是append 就是一直往下写 就是附加到档案的下方就对了 那我们第一个先把它读取之后 第一个他就帮我把它读到哪里 读到这个f的物件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因为读进来的话里面是那个很多个逗点 所以我必须怎么样把它切割 ok不接下来的话我要把它读取 接下来的话呢我先把它读到 所以s假设读到一个s的变数 四串变数 那我用f这个物件 档案物件呢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就特别是 其实档案物件最常用到的 读取的方法就主要三个 这三个其实就差不多够用 第一个就是读一行 第二个读很多行 第三个是读全部 ok那这三个有什么差别 我待会会示范 第一个因为这里面的话只有一行 所以我们只需要读一行 那读一行的英文叫什么 其实顾名是英文 其实蛮好记得 叫read the line 然后小瓜糊就可以 read the line就是读一行 如果全部的行数 因为很多行对 那全部读的话 其实很简单 只要多加一个什么 差不多很近 它这个很好记 叫read the line 加s就好了 ok很好记 如果你要读全部的话 就read ok就这样子 其实蛮好记的 我是觉得 我觉得Python真的这个地方 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因为只有一行 所以我们只需要read the line 不用s ok read the line 就好了 ok 那接下来它就帮我把什么呢 把这个eng 里面的所有东西 都帮我读到这个字串里面了 它就变成字串了 有没有 它自动会在前后加那个单引号 然后把资料放进去 可是问题来了 它这个字串里面的话 有很多个成绩 那我必须把它切割开来 有点像那个资料抖析 emysl里面有资料 你要把它剖开来 那剖开来之后的话呢 在emysl里面 你可以放到很多不同的储存格 那在python里面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把这个scope 放到前面 就是scope等于 scope等于什么呢 就是跟它讲说 你帮我切割 那s这个 它这个字串 所以里面有个字串的方法 叫做切割 切割可能要记一下 以后的话蛮多 那个就是 就是字串的那些方法 都还蛮多 叫Sprits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Sprits OK Sprits 然后刮壶之后的话呢 跟它讲说 我要根据 这个豆点帮 帮我做 那个 就是切割 Sprits 跟它讲说Sprits 切割到哪里 切割到这个scope里面 OK 那所以特别是 scope里面 其实切割完之后 丢过来东西 它就会帮你把它变自串 所以切过来的话 里面就有这些成绩 帮你一个 一个一个放 不过特别注意 有一点比较不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自串 所以你切割完之后呢 它也是自串 所以ENG里面 本来里面是数字 对不对 它切割完 比较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自串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最后的话 我们可以 为了要知道 到底有没有成功 所以我们把它刷 刷 刷什么呢 把这个scope 把它直接刷出来看一下 OK Sprits 这样的话 其实主要就有这四行 所以刚刚是新增一个ENG.txt 然后呢 我们就试着把它 看看第一个 有没有真的把它放到scope里面 如果有的话 那后面其实就简单了 为什么 因为之前我们是用一个一个输入 现在不用输入了 因为外部 它等于批次的帮我读到 那个串列里面 OK 所以我们来自行看一下 如果成功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看到 这边的 我把它print出来 你会发现 这个scope里面 目前就等于什么 等于中瓜糊 那里面的话 就把我刚刚放的这些层七 一个一个的放过来 可是最大的问题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它是一个自串 所以将来 如果你要加总的话 特别重要 你要加总的话 你一定要把它转型 才能加 不然自串 它是没有办法运算的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先建立ENG 第二个的话 请你把 这四行 其实这四行很重要 以后呢 蛮多地方都这样用就好 而且外部档案读取 我觉得 应该没有 没有任何个程式写法 比这个更简单的 而且我是觉得 主要是好记 应该不难记 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而且这些东西 最好是可以把它记下来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第一个先练习 如何在外部 如何在外部 你先输入一个 输入成绩 在一个ENG.tst的档案里面 第二个的话 再利用那个 就是Python里面的那个 档案的open的方法 去把那个 Tst的档案 用读取模式 读到F的那个 这个档案物件里面 然后再利用那个 档案物件里面的 Reader line的方法 把它再读到S变数里面 再用Sprint的方法去做切割 切割到一个串列 那个Sprint之后 前面一定是串列 OK 切完之后一定是串列 它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只是说切完之后 一定是自串 你再把它Print出来 试一下 那如果你这边 这个动作OK的话 那其实如果要把那个 上一次上课的 改成外部读取 就简单了 试一下